我自己作為一個無黨籍的民意代表 我當然期待看到的是有真正 最好的方法就是 當然是為中間選民開路啊 國科王合作開第三勢力 第三條路啦 然後代表做民眾黨的母雞嗎 這個我倒不這麼認為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評論 這是我個人的評論 我認為國科之間最好的距離 其實是相互祝福 因為我必須要講 總統跟國會是兩個戰場 什麼意思啦 總統跟國會是兩個戰場 國會是監督行政單位的 所以作為柯文哲的戰場在國會 他作為立法權在立法權的戰場 他本來要對總統 不管是藍綠或者是郭 他要提出政編提出監督 郭台銘要有這樣的格局跟雅量 承載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意思是相見不如懷念是不是 不是相見不如懷念 相互祝福當然就是正面的 他們兩個在不同的 換句話講他們要不要做 這個講到細節 要不要不分區立委提名各辦啊 區立委提名啊合作啊 怎麼互相祝福啊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郭會去插手這件事 這是不好的 我覺得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立委選舉 我們擔心的是說 下一次我們現在擁有這些 超級多數的優勢 本土派的啦 我們加民進黨 可能會不存在 擔心啦 所以要合作啊 對 要合作 不過現在看韓國瑜情況 搞不好還有一些樂觀的機會 我問你們的挑戰就是 所以有一些政策 其實是現在就可以做的 你沒有什麼機會 有一些政策是現在可以做的 我會覺得說 譬如說我們比較關心 哪些政策 譬如說最低工資法 這是蔡總統選舉的時候也講的喔 他我記得他選上以後講三萬塊 應該是那個最低的水平 你家現在每一次都在調啊 不是兩個禮拜以前調過了嗎 那是基本工資 那是基本工資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些 可不可以在這時候 大家一起來把它做出來 對我們立委選情好 對蔡總統的總統選舉也是好的 因為我們不能說啊 我選連任之後 或是其他委員選上之後 再來推憲改 因為下次國會要推憲改 非常困難啊 現在才是可行的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態度是開放的 左主席我準備好了 什麼時候都可以 你要推的政見 一定是選民在戶的 好啦 我不想傷害你 不是我選民在戶 我是問你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主席啊 還是黃國昌坐在下面啊 下面有個黃國昌 不用擔心啦 你們時代力啊 究竟現在誰最主席啊